举之初方谈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做房地产最怕的事情 第一怕就是你根本对房地产不感兴趣 你根本不想投房地产 那我们知道在中国 70%的财富是在房子上 在美国这个数大概是30% 就是你知道财富在房子上的比例是很大 有这么高的比例 结果你说你的财富不在房子上 你不碰房子 那你就知道你发财的可能性就是小了 接下来政府会有很多的福利政策 就帮助穷人的 美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 就是美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但是更像社会主义 他对这种低收入的 或者是这些老弱病产的人 他都有很多的福利政策 那接下来这些政策会越来越多 那你知道政府给这些人的福利 那钱都从哪来呢 多半都是从税收 那税收又从哪里来呢 或者钱不够的时候 如果增加科捐杂税 会去增谁的税呢 多半都是那些有工作的人 就靠工资收入的这些人 就他们会有更多更高的这种科捐杂税 有人就预测呀 说在美国这中产阶级慢慢会消失的 那他消失了去哪呢 可能一少部分就逆袭是到了上城了 那有大部分人就留到底城去了 就变为穷人了 那我就猜啊 你现在是靠工资生活的 然后现在政府就看着你像一块肥肉 想对你增加更多的科捐杂税 然后你这位置就不保了 那你是朝上走还朝下走呢 就如果你不是老板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矿 如果你中不了彩券 那你很可能朝下 那如果是说你说我还想要如果呢 那万一我朝上呢 那我猜啊 你如果是想朝上的话 如果你手里头多几套出租房 你可能朝上走的可能性会有 但如果你没有出租房 你可能基本上是朝下去走的 你可能不信啊 一个是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科捐杂税啊 这个会加速你中产阶级的消失 但是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比方说我认识的一个人 从国内过来 在国内是有挺好工作单位的 但是过来二十多年就在家带小孩 在家带带小孩慢慢的 就是英语也不会说了 形象也不好了 也没什么工作 也没什么实力 但是你不要瞧不起他啊 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你看那可普通了 你还可同情了 因为你有个期望的工作 你每天过得画质招展 结果你看见那个人 你跟他一聊天 人家可能会说我有五个房 我在上海有个房 我在美国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有几座房 然后你再问 就说上海那房 现在已经值两千万了 我是比方说两百万买的 在美国的这个房 比方说我是五万块钱买的 现在已经是三十万了 就如果这个人 他投资房地产 很早就开始投资了 就经常啊 就说你有工作没有用的 人家就靠几栋房啊 很容易就把你给打败了 所以接下来就说中产阶级的消失 然后如果你是中产阶级 你就牢牢的拽在这 你说我不要掉下去啊 你去买几个出租房 买出租房这件事呢 就说不要想着 今年买明年就获利啊 你要撑场了看 你过二十年再看 你能看见这种差别 做房地产的第二怕 就说你有出租房 你想做出租房 但是你就把这当做一个 挣钱的事情 就当做一个投资 你把钱一投进去了 然后你就等着拿手艺 你不把这个当做一个业余爱好 你不会跟人家一说房 我到哪去找房 你一说的时候 你就吐沫横飞 激动的不得了 然后你一说修房 怎么去修 你对这些事情一说的时候 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是这个呢 也是我比较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有出租房 你在干什么事情啊 我在干挣钱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说出租房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说就像我这样 两眼放广 说话的时候 吐沫横飞 激动的不行 就是我说什么 可能都说不起来 我是一个社交恐惧症 我有社交恐惧症 我只有说房子的时候 我能滔滔不绝 房子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我今天不会修那个车库门 但只要我的房子 有一个房子车库门有问题了 我明天就会修了 因为我自己看YouTube 我跟人学我就能修了 就是我把投资房产 我把修房 我把找房 这就是我的一个爱好 这个爱好就跟我喜欢钓鱼 喜欢下棋 喜欢打麻将一样的 如果你投资房地产 你没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兴趣爱好 这个危险就有 风险就有 一般人就说 就说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在上面去花时间 那这样的话就比方说 你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事情就少了 你知道的事情就多了 你的吸气量就有了 你自己就能修修补补了 你就能把花费给控制住了 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筛选房客了 你就知道你这个风险就会降低 你的收益就会提高了 然后你赚钱的概率也就更大了 下一趴你做房产构计 你做决策的时候 你是看增值不看现金流 增值特别好特别重要 我们就希望增值就像爬喜马拉雅山 我们一定要爬到喜马拉雅山 我们爬的一定是喜马拉雅山 我们不是走错到南辕北辙 就是这个定位是往喜马拉雅山 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呢 你能活到山顶 你一直爬能活到山顶 你不死这件事更重要 加拿大有个投资人 他就说房地产投资 就是胜者为王 这个胜就是胜下的胜 你跟我一起做房地产投资 最后你倒下了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破产了倒闭了或者退场了 但是我一直坚持下来 我只要坚持的时间足够长 我只要是最后剩下的那一个 那我赚的可能性我会发财的 那你说我想剩下来呀 我想一直活到山顶了 那你能不能活下来 就是看你的现金流 看你有没有利润 你说我现在有一百个房子 我每个房子都有现金流 我买的便宜 我租售比好 每个都有现金流 然后有一天你这一百个房子 你比方说你是一千万买的 突然现在就降到了五百万 就大概百分之五十锁水了 突然房地产危机就出来了 房市就崩盘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有现金流 你这个房地产 你这个贷款又是十五年固定 三十年固定的 在这期间 你养房的费用发生变化了吗 没有发生变化 很可能你的养房费用还会下降了 因为房价垮了 你的房价价值往下走的时候 你的对地税也往下降 我们就知道养房成本当中 这个地税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你现在房价下降了 你的地税价钱就往下下降了 很可能你的养房成本还下降了 但是你的收入有变化吗 可能有一点变化 因为现在房市经济危机了 出问题了 我本来平时比方说 我能收一千块钱 我现在只能收八百块钱了 但是如果就说 你自己的现金流一直都没有问题 你自己测算的 就是在持有期间 好的时候坏的时候 你现金流一直都有 因为你说我做购金的时候 我第一考量的因素就是现金流 我都算好了 差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好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这个现金流一直是我最看重的一个指标 所以你就不会死啊 就说就算是房价升升降降 就算是路上有其他的人处事情了 但如果我盯现金流盯得紧 我刚开始考虑的时候 现金流我考虑的就比较周全的话 那我就不会死 我就会一直坚持到最后 下一趴啊 就说你是一个胆大抱尽的人 你自己没有储备金 你自己没有买保险 防保险你不买的 你自己不依法做事 因为你总想利润最大化 你都按照利润最大化去做 你就胡搞的 所以你这些比方说风险控制 或者这些保险的什么的 你自己没有这个准备 那这个也是我们做房地产怕的事情 下一趴啊 你就是喜欢跟着大家跑 跟着别人一起跑 你自己不动脑 你自己悠悠寡断 说你要发财 你总比别人要快一点的 总比别人要灵活一点的 你说我不 我就不比别人快一点 我跟别人快一点 我心慌 我自己风险就来了 我就要跟别人一样 你干什么都跟别人一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很可能你有个名字 就叫韭菜了 我们说韭菜都是大家全一样的 就人家干什么 我都跟着去干什么 那个就是韭菜 韭菜就是被人割的 我有个朋友开车出车祸了 他是左转的时候 是绿灯 绿灯应该样执行的 但他没样执行 他直接左转 然后有个速度 开着很快的执行的车 就把他创了 他那个车基本上 就到他驾驶这块 前车头都给创没了 就好像命都没有了 然后我去看他 我就去安慰他 他跟我说的一句话 一直就是 他说前面的人为什么没事 我跟着前面的人左转的 但是你不知道 前面那个人左转的时候 人家执行那边没有车 很可能 或者人家左转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是绿灯 比方说是左转的箭头 人家就过去了 但是你不能看着 我前面的人左转了 我马上就跟上去 我就没事了 因为我们开车要开什么 要看红绿灯 你要看着灯 不是看见前面的人 就什么时候你都说 我不操心的 我什么不自己不想做决策 我不想担风险的 我要跟着别人走 就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走 还不一定安全 就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 就是你是50岁的人了吗 你自己有大脑的 你要用起来 你自己要衡量利弊 衡量风险 衡量收益 你自己要做这个决策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每个人考虑的事情也不一样 他想买的房跟你买的房也不一样 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你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 独立的这个决策 下一怕做房地产投资 就是怕你总是追求确定性 一般我们跟你做房产投资 我们就说你买这个房 大概是买多少钱 租多少钱 将来的增值前景是怎么样 但是你就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人 你就说我这钱投出去 我一定要多少年之内要回来 每年的收益一定要有多少 增值的情况一定要怎么样 那房地产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投钱到这个房子上 然后接下来你说 决定你收入的是谁呀 是房客 你有没有房客 什么样的房客住起来 他愿意给你付多少的租金 这个是房客决定的 你控制不了的 接下来这个房子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维修维护 空调多久 换一次 大概地税最后会涨成什么样 就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决定的 那如果你投资房地产 你就说我就要确定性 我这个投资一投出去了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一个框架 什么样的蓝图 你想要这个确定性 那房地产投资 不能给你这样的确定性 很多时候啊 你说我没投资房地产 其实我挺喜欢房子的 我自己也感兴趣 我也有钱 我很想做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追求这个确定性 我把那些投资机会就都排除掉了 我没有投资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如果你追求确定性 你房地产很可能买不成 房子很可能买不成 还有你很可能就比方说 真的是会为了那个 30%可能的收益 你就因为那1%的风险 把那30%的收益机会给排除掉了 那一般那你说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真的是怕 我要想确定 我要想知道我的风险 我的底在哪 那投资房地产就说 你就像其他的投资是一样的 你可以资产配置一下的 或者你去买那种风险偏低的 那种比较稳定的 那个将来比较确定的 有那样的房产 或者是有那样的投资 你去选择那样的投资 好 举字说房产 这是这一期我给大家分享的 我能想到的 做房地产比较怕的 你可能做不起来的 可能会影响你发展壮大的 那这几件事情 我跟你分享一下 好 举字说房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